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我女朋友有什么事情吗 有 而且很重要 我今天特地来 邀请程程参见我明天的庆功宴 你请不代表我会去 去 为什么不去 这么好的宣传机会 怎么能只便宜别人呢 好 这是我专门根据你的尺寸 量身定做的 阿爹 我新编了一支舞蹈 我现在回去跳给你看 好 这是我专门为你定做的 很昂贵 你要是不说 岂不是浪费了我一片心意 是不说的 行恩爱 是对感情不自信的表现 你不自信 为什么要去妄想拥有那些不属于你的 谢谢你量身定做的衣服 还有 你好像很自信嘛 我迟早会巴出你的真面目 让你尝尝什么叫身败名裂的滋味 希望到时候你还能那么自信 上次你给我的那一拳 我会找机会还给你的 为什么还和他在一起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还要和他上节目是不是 阿爹 你冷静一点 你听我听 你又我怎么冷静 这是什么 我一二再三二三地跟你讲 不要跟他在一起 不要跟他在一起 你是怎么做的 尺寸 他为什么知道你的尺寸 你说话呀 他为什么会来找你 你说话呀 你回答我 干吗 拨认了是吧 回答我 说话是吧 阿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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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样行不行 阿爹 我求你了 阿爹 到天我怎么做你才能好好的 阿爹 我没接你电话是因为我手机没电了 节目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而且节目以前说我马上就带了 你喜欢吃的甜品去找他 你 你不在我就回来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楼下 阿爹 阿爹 我跟他真的没什么 你相信我好不好 我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 我看到你们两个我就 我就莫名地难受 我知道我这么做 你一定会更加地讨厌我 不喜欢我 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也不想这样子 我 我不想伤害你呢 姐姐 不要离开我 姐姐 我只是想让你一直在我身边 我只是想让你一直在我身边 我做的 我来说我做的那些东西